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周我们先来看看宣道组的年度计划 基督之家第五家的宣道组共有11位宣道委员 辅导由关购瑞牧师和阮雄长老担任 其他的成员包括梁宝德长老 梅孝春弟兄 林云杰姊妹 赵武一长老 王向红长老 李增海长老 季晓芬姊妹 张金弟兄和叶兆良弟兄 宣道组主要的事工 包括筹划宣道年会 传递宣教意向 寻求与机构和宣教室的搭配 评估与机构和宣教室的支持 计划短宣 中宣 及长宣的宣教工厂 今年的宣道年会的讲员是伯友成弟兄 主题是使命型教会DNA 参展的机构和宣教室共有21个 其中有7位在主日学的时间分享他们的事工 宣道组将安排我们与支持的宣教室 在不同的团契或祷告会分享 并让宣教室与团契小组建立伙伴关系 为宣教室代祷 目前教会所支持的拆会机构有4家 福音广播3家 福音文字工作4家 神学教育机构4家 特别福音事工9家 宣教室32位 今年本教会参与的短宣及中宣 包括湾区春令会 乌克兰大学生营会 美中校园 德国短宣和中宣 台湾乡服 泰国短宣等等 教会明年的宣教的总预算为34万 让我们为神国的拓展 做忠心良善的好管家 宣教事工是主耶稣亲自颁布的大使命 为要将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 神愿万人得救 不愿有一人沉沦 你和我能做什么呢 请为自己和教会祷告 让我们在宣教的使命上忠心 为我们支持的宣教士祷告 为宣教事工做奉献 计划参加2020年的短宣 求神在我们中间兴起宣教的勇士 让我们回应主耶稣的大使命 积极参与宣教的福事 下周9月24日 北美圣经神学院将有王守仁教授开课 从以佛所书看建立教会 神在创世以前就计划拯救我们 而使谋恩得救的人构成教会 保罗在以佛所书里论及神在基督里 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 提到教会的形成 教会与以色列的关系 以及教会的使命 王守仁教授将分享中文比较难翻译出来 但从希腊原文所能得到的一些经文的敬意 没有修希腊文的学生也可以听懂 今天是报名的最后期限 请大家把握机会 9月22日在旧大堂 广受欢迎的摄影讲座又来了 此次的讲题为摄影的乐趣 讲员连伟是英国索伦特新闻图片社等多家商业图库签约摄影师 近一年多来在国际摄影展览比赛中获得各类奖项超过40个 包括多面金牌 欢迎大家参与 亲爱的家人 如果您使用PayPal转账方式定期奉献 请注意五家将从PayPal换成PayPal Giving Fund PPGF 个人的奉献税单也将由PPGF直接发给奉献者 奉献金额每月从PPGF转到教会 若您的捐款要给教会所支持的特别对象 例如宣教机构、宣教室、社区服务等等 请另外写email.donate at hoc5.org 并写明对象和金额 会计部会转交到特定的对象 谢谢您的合作 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神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 人生必定有苦难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 每一个人都需要陪伴 每一个人都需要来自神的安慰和平安 斯蒂凡事工的诞生正是为了回应这样的呼求 让我们来听听几位被斯蒂凡关怀者陪伴过的人 他们的心声 我真的需要命 愿意接受帮助的人是勇敢的 如果您自己或您的朋友 正在人生的帝国中 期盼有司提反关怀者 陪伴您同走一程 欢迎您来电 408-614-7787 提醒家人们 今天就是报名 从以佛所书看建立教会课程的最后一天 请家人们把握机会 另外今天下午在旧大堂 有联维的摄影讲座 介绍多幅参展作品 最后下周日9月29 就是本家第三次洗礼 欢迎家人们留步观礼 为受洗的家人们献上祝福 本周家训就到这里 生生赐福每一位家人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